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人口增加造成的问题 各种污染啊各种体力破坏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自然保育的经营概念是这样 我们要维持生态性平和 要保护生物的动作性 我们均匀做法有垃圾解量 资源回收不要造成污染 然后污染防治造成排放的废水 要经过处理然后经过检查 第三个叫生态工程 我等一下会讲它 另外就是维持生物动作性 好什么叫做生态工程呢 让我解释一下 我们先看最原资原味的说法 生态工法或叫生态工程 是美国二家奥登提出来的概念 它的主张是这样 利用对环境自然环境变更 应该要采取最少的人工能量 来维持这个环境本来它自有的更新能力 所以其实生态工法 它最高境界就是 我工程完之后 你根本看不出来我有工程 因为它标榜的是 我不用外的建材 我用当地的材料 做一下计算 做一下搬移 做一下移位 就让它维持最佳的自我修复状态 所以这边常常淹水 怎么办 我把当地的石头跟沙子 重新摆它的位置 就好了 你会看不到水泥墙这个东西 或是其他的人工建物 根本看不到 这其实是生态工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按照这样的境界 台湾有生态工法吗 没有 而且是不可能有 怎么说 我们课本上会给你们看一些照片 像这个照片是河滨防淹水的那个河体 它已经不错了 它石头摆好之后又有多缝隙 然后用铁网盖起来 所以它提供了很多小缝隙 让生物可以在那边棲息 有棲息地 它已经比只盖个大大的水墙好很多了 但是以最纯正的生态工法而言 这不是生态工法 这些大石头是外地搬来的 这个铁网是外地带来的 好 所以在台湾为什么生态工法很难做到 比如说我们那边常常淹水 真正的生态工法是到当地开始调查 这边的石头啊沙子状态 然后把石头跟沙子重新移动位置 让它变成个天然可以涵阳水源 或是自我调节的方式 但是在验兽的时候不会过 因为你想象我是这边的居民 每天每年都淹水 结果终于来个工程了 结果你到现在一看 什么墙都没有 你会接受吗 台湾民众一定会说 这一定是官商勾结 你们一定吃了钱 吐出来 事实上你花了很多钱在做那边的设计 这是民众不能接受 官员也不能接受 因为他没有地方放他的政绩 你知道盖个大水泥墙 我可以在那边科制 比如说 比如说板桥市市长蔡润普 2019年啟动 哇我的政绩 那有些下水道工程 看不到怎么办呢 我可以开个记者会 剪彩啊 然后用记者会的方式说明 这个概率说虽然各位看不到 但他每年可以产生多少的排水量 哇对于我们的板桥地区 比较不会淹水 是我 然后戴帽子 然后做剪彩的工作 然后帮鞭炮 然后还有武龙武师 这是政绩啊 可是如果今天是真正的生态工法 你看不出他的变化 民众不能接受 官员也没有舞台 所以台湾有很多地方 号称生态工法 其实是做半套而已 好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这就不是真的生态工法 另外我们课文上放的照片是这两个 这是内湖的河流 溪流 那看这石头啊 看起来好自然 对不对 第一个 这些石头的排列方式就不自然 第二个 这石头的正下方式是什么 是水泥 但是它也比只有水泥好多了 我们还是要说 你还是尽量往生态工法的方向走 虽然没有办法把这个尽量 像这是西头的一个挡土墙 一般的挡土墙就是水泥嘛 对不对 现在它自然用是木条挡住 然后有多土壤 所以直栽可以长出来 也可以透水 然后有多小维系地 让生物在那边生存 已经比水泥墙好很多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个也不是真正的生态工程 台湾不太可能有生态工程 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第二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市场 以上是生态工程的想法 好了